自从嫁为人妇 梁勇琪一改为事业拼命的作风 将更多时间放在家庭中 也越来越长举起公益大旗 26日她就现身黑熊保护活动 身体力行与园中黑熊隔护栏亲切会面 更贯彻从娃娃抓起的观念 未雨绸缪地计划起 当上妈妈后的家庭生活 心急生子可见一斑 那将来我有小孩 我相信我每个周末的节目 应该就是带他们去海滩或者是去动物园 结婚一年多以来 梁勇琪的生子大忌 一直是众人关心的话题 次次公开憧憬亲子生活 相信她的好事不远了呢 同时梁勇琪更透露 自己的教育观念 都是由父母传承而来 自己爱护动物 也都是儿时父母放纵的功劳 我自己什么动物都养过 我从小就开始养狗 然后又有养猫 又有养过兔子 养过葵鼠 养过鸡养过鸭 就是都在家里 小鸭子啊 小鸡这样子的 三百位搞笑牛人 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 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 我是传奇二 欢乐节 小鸭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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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鸭子啊